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鸭头此时已经弄好了 加点油炒香干锅 放入洋葱 炒出香味以后再放入青椒 此时香味已经出来了 马入鸭头 马上葱花 鸡白芝麻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美味的干锅鸭头就做好了 然后就开灯了 很要人啊 这个鸭头虽然没有什么肉 但是可能就是它那个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 我感觉我这次买的鸭头 一点都不划算 因为 我十个鸭头花了二十块钱 但是最主要的是 里面的鸭汁给人家去掉了 太不划算 这干锅鸭头 这样说起来也不错 这个鸭头麻辣鲜香都有了 这次我买的这个鸭头骨头也比较多 然后都留给花花吃 好 拿一下块块 来 这个洋葱和辣椒 我做这个鸭头 自己家吃还可以 要是能拿来卖就好了 大感觉这个自己的技术还不到家 没辣个本吃 还要吃了吗 我都说在这个鸭头上 我吃了这个鸭头 放大鸭头 我吃了这个鸭头 我吃了这个鸭头 这是一个鸭头 我吃了这个鸭头 我吃了这个鸭头 好 我吃了这个鸭头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 我做的鸭头比摊子上卖的便宜多了 摊子上都卖到六块 也不知道是七块 具体我也记得不清楚了 很多人都喜欢吃 特别是喜欢喝酒的朋友 你再花花好吃吗 我都喜欢吃 今天我和花花都吃过了 今天胖面视频最后讲到今天 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吃饭 喜欢我就关注我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我是胖面 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 不吃粽子怎么是端午节呢 所以我们今天包粽子吃 今天我准备了黑米和糯米 先把它浸泡10个小时以上 有两种糯米包三种口味的粽子 到底有多好吃 我们试试以待吧 上次包粽子没有包好 这次再挑战一下 包一个肉馅的粽子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肉馅的很好吃 很美味 这是最关键的啊 就是怕它会露米 就是这牛有时候会包不好 使劲干一下 这牛就感觉老是不行 慢一点包心的不要急 loves it 佐之后 三匹再吃点 罚 Aí 我就跟到两个乖不如 哎呀 喂这个还有点芯 这药似的还行 今天炒的还行 我们把它扎紧就好了 这次炒的比上次好看一点 也算成功 今天除了咸热的 还准备了咸蛋黄 哇 好大一颗咸蛋黄 肯定很好吃 我都等不及了 这个咸蛋黄就包好了 我也尝试一个 哎呦 算了算了 我这个老是包老是肉米 我不包了 包不出来 大家还是看我妈妈包吧 看样子我只适合吃 大咸肉和蛋黄 还有蜜枣的哦 妈你包的粽子真好吃 我都馋了 一会儿功夫就包了这么多 看看有没有食欲 妈吃粽子就来我家做客哦 尝尝我妈的手艺哦 满满一大盆 现在开始炒粽子了 哎呦 满满一大盆 怪重的 中加水 大火煮一个小时 焖焖的粽子就好了 出锅了 好香啊 粽子的香味都出来了 当午时节 种甜香 提前祝大家 短午节快乐了 今天包了一大盘这个粽子 我跟我妈妈肯定是吃饭 然后等一下要送给朋友家人 他们一起吃吃尝尝 拎出来一点 剩下这饭盆给我和妈妈吃的了 这个等一下就送人 放一边 我们就开吃了 还有一大碗稀饭 今天挺丰盛的 妈吃我还炒着这个窝藏干 我蘸点糖 还原始的吃吧 沙印洗饭就是好喝 黑米粽子 看看有没有咸肉和蛋黄呢 你就喜欢吃蛋黄呢 对于这种一年一度的美味 我通常都是一口一个 你吃什么都香了 我这个是咸肉的 嗯 那灵蛋就不如吃 白糖味道也很香 哇 蛋黄呢 妈妈我去吃 不给你吃吧 我吃这个油 看我的干果还是蛮丰富的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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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吃两个 吃饱了 做饱料 吃饱了 吃饱命 喝饱了 就是这样 一口 这里 喝饱了 我来吃饱饱 你都要吃饱饱 我做饱饱 吃饱饱 今天这顿饭吃的太过瘾了 撑死我了 今天方便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